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江一所中学就对于学生在鞋子上的攀比下了一道禁令 在家长微信群当中就发出通知要求家长管好孩子 让孩子上学不要穿高档进口鞋 那这样的一个措施出来以后马上引起人们的争议 今天我们也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学校出台相应的一个禁令来管孩子们在鞋子方面的一个互相攀比 这样的做法到底合不合适 一起来关注 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 您也可以通过互动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门川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先通过短片了解背景 各位家长 最近发现部分学生攀比之风蔓延 有的学生不比学系却比鞋子 要求家长购买昂贵的进口鞋 为弘扬勤俭节约之美德 防止攀比奢靡之风蔓延 为此年段规定从下周开始学生一律穿国产鞋 禁止穿进口鞋进校园 请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子女工作 若发现仍有学生穿进口鞋 则请家长送国产鞋来给学生换穿 这是近日近江一所中学某年段 家长微信群中的一条通知 校方解释说 学生统一穿校服 进袋手机后 盲目攀比鞋子的风潮悄然流行起来 学校为了弘扬勤俭节约美德 引导学生树立不要在穿戴上攀比 而要在学习上攀比的正确观念 发出了拒绝校园攀比 从你脚下穿的鞋开始做起的倡议 去年也曾经没收过几双 学生穿到学校的进口鞋 后来都还给学生了 好 后来呢 这个学校方面也出来解释说 这个不是学校校方来专门出的禁令 而是呢 老师在家长群里面发的这么一个通知 要求家长去这么做 那各位觉得 就是为了防止学生的 这样一个物质享受方面的一个攀比 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合适 郑老师 我觉得非常不合适 首先我就不同意进口和非进口的 它可能措置上有毛病 应该是 不是进口非进口的 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进口和非进口的 而不是国产和非国产的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 很多名牌的鞋 80%以上 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生产的 还有这个禁令呢 操作起来很难 特别在近江那个地方 你知道他脚上穿的是 真名牌还是假名牌 同时他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一刀切 你知道贫富差距 每个家庭 这个差距差距很大 你要故意要那些 很有钱的孩子 买上很普通的鞋 好像这有点强能所拦嘛 好 不好操作 那 袁晓琳 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要从哪个角度看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 当然就是 直接这样一进了之的话 确实就是说 有很多操作上面一些小问题 就像郑老师说的 但其实至少来讲 学校是从一个就积极的角度 从一个官方的 主流的一个就是说 角度去树立一种 就是说 你不要说做这些 就是物质上面的攀比 不要刺激到别人去给你攀比 对 而且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树立一个 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那就是说 不要从穿戴上去攀比 拼爹不是英雄 我觉得这个树立 给孩子树立一个 一个正确价值观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这不是鞋的问题 这是一个说 正确价值观 要树立的一个问题 这个鞋子呢 只是一个显现的一个现象 对 那他要管的 想要提倡的 就是你不要在物质上 互相攀比 要比比成绩吧 是的 梁律师 成绩当然要比 我对这个学校 就是想把这个学生 攀比的这个领域 往这个该攀比的地方引 这个理念我是赞成的 他可能想形成 在生活方面呢 大家尽量淡化去攀比 这个初中我也表示欣赏 但是他这个具体的做法 我有点看法 我这种做法显得有点狭隘 他把这个禁止攀比 局限在什么呢 局限在这么具体的一个问题上 一个鞋子上面 而且呢 只是区分着进口和非进口 显得有点狭隘 就挂一漏腕 因为其实攀比之心 攀比这个无处不在 而且呢 这个你禁止他攀比鞋子 他可以攀比什么呢 攀比袜子 可以攀比文具 可以攀比午餐谁吃得好 那甚至还可以攀比 谁的老爹这个有钱 谁的老爹当官 那甚至最后还可能比 谁的老妈年轻 谁的老妈漂亮 好好好 所以说以这么具体的方式来 来约束学生的话 我觉得这个起不到 他想达到的效果 但是现在老师看到的 就是这么一个苗头嘛 比如说你校服 已经统一成校服 这个一样的服装了 没什么好比的了 是不是就看谁身材好 穿的那个服装呢 更加合身一点 那你现在能比的 可能就是鞋最显眼的地方 所以学校才会 这个老师才会要求家长 去配合一下 像他年年发文 年年给这个家长发展 另外我听到 他有一个很 很不应该的做法是什么呢 说还没收过几双鞋子 那么这个我就觉得就 不只是说这个 不妥当的问题了 可能涉嫌有点违法 就是没什么依据来没收是吗 我们学生是最讨厌这种家长式的管理 在家里已经被老爸拿罢了 到学校 学校也冲到一个老爸的角色 是吧 你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 好的 我们来看看 观众朋友在我们互动平台上 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 拒绝攀比从协作起 有没有认同呢 那笨亚持他说 他认同总有人要出来管 讨厌那些炫富的攀比的拼爹的 支持学校做得对 尊严他说 从小养成拒绝攀比的良好习惯 拒绝虚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整个社会风气才会得到提升 是的 那么怎么来养成他这样的良好习惯呢 是不是从衣服从鞋开始呢 那Handy说 每人发霜解放布鞋吧 这也是算具体措施 你既然不让我这样穿 那我穿什么 你给我一双鞋 文文律师 这个于律师他说 这样的趋势是不是以后 裤子 衣服 袜子 都要定位标准呢 有条件为什么要让孩子穿叉的呢 这也是一种声音嘛 是不是 好 那各位觉得 该不该给学生的鞋 打上一个攀比的标签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是在鞋上面 因为今天就像很多网友说的 鞋子可以比 眼镜可以比 这个各种都可以比 你不可能说要求孩子说 今天你所有的到学校东西 一律都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 而且就算你今天把鞋子也给统一了 你还是穷人家的孩子 他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个是客观的情况是 没有办法去消除的 确实这个社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就是有这么三六九等 就是有人家老爸很有钱 就是有人家老爸很没有钱 那学校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今天我不会让我的每一个学生 因为说我的家庭困难 我觉得我需要自卑 我觉得我不好意思 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而不是说今天 你的鞋子比我漂亮 那就怎么样 他就从鞋子开始嘛 防止大家无限地去进行攀比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今天的话 你除非说全部统一 那才就是说没有攀比 但其实即便全部统一了 出了这个校园 我还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你还是没有钱人家的孩子 我家住别墅 你家住小平房 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 是客观存在的 他名牌鞋子的孩子 他很多并不是为了现负 比如说我们最时髦的运动 就是打篮球 那么穿上一双好的耐克鞋 打起球来有如神助 那种感觉是老师所不知道的 你要尊重他 有穿耐克鞋的这种勇气和可能 但老师应该关注的是 今天如果说 我做一个孩子 我没有钱买这么贵的耐克鞋 那我在球场上面能不能说 继续说保持我用怎么样的方式 我去吸引说我同学对我的关注 这个时候我不会 现在老师在做的 他就是在堵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就是你通过鞋子 来炫的这个窗口 那我就希望 你鞋子也不炫 以后你就是专心去炫你的学习成绩 学校应该做的是什么 这个差别是无处不在的 不平等的现象也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你学校的要做的 不是去消除这种差异 你学校无法消除这个差异 你学校应该做的是 引导学生正确地去看待 这个社会上可能存在的差异 存在的不平等 好 针对这个学生 在学校的这种 消费方面的一个攀比 其实也不是说 就是我们说的 有这个措施的这个学校 其他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有媒体经过深入的调查 和思考之后也理出了一个思路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对中学生贴近采访发现 大多数中学生去专卖店买鞋子 并不是和他人比较之后所做出的决定 只是自己喜欢而已 作为要穿统一校服上学的中学生 在衣服上做文章的空间被限制后 鞋子 书包 眼镜 自行车等用品 就成了他们青春里余下的主权领地 而这些都是他们表达个性和生命色彩的地方 而记者在调查采访中还发现 一些老师 家长眼中的学生攀比行为 在成人世界里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它不只是表现在鞋子上 更多的能从服装 首饰 车子 房子 地位直级 甚至自己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自己孩子的物质条件 是否输给其他孩子等方面表现出来 好 这个媒体做这个调查之后 也有这样一个思路 就是说作为青春期的这些孩子们 他总要有那么一个出口来彰显自己的个性 或者说某些方面 要希望给自己的青春的生活有一些色彩 那你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甚至他以后可能连创新的一个思维都被封闭了 那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 其实孩子们看到成人的世界里面都在攀比 其实攀比这种东西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攀比它可能就是人类前进的动力 也是我们人类之所以活了这么累的原因之一 所以攀比并不是一件完全坏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从小给孩子树立 什么样值得攀比 比如说刚才讲的篮球和篮球鞋 球鞋是不是攀比 球鞋可以攀比 但是很自然的他们在墙上得分才是一道理 投篮才是一道理 通过篮球与球鞋的这样一个说教 会不会比你学校硬性的说教 要好的很多呢 还是容易接受度就高得很多呢 是的 而且我是觉得就这点上面 我倒是就是说鼓励郑老师 而且我希望说再深挖一下这个话题 因为其实我们应该鼓励是哪一些竞争 哪一些攀比 因为确实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攀比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我们应该就正好抓住这个机会 鼓励孩子 让孩子知道 我们鼓励是实力PK 不是拼爹 拼爹你不是本事 今天如果说你靠实力PK 比如说你自己是勤工俭学 你挣了一些钱 你要买多贵的鞋子 可以啊 你有本事挣来的钱 你可以很自豪 没有问题 那或今天你就说很自豪你的成绩 你很自豪你的就是说各样的特长 这是你自己的本事 我们要大大鼓励 如果说今天你是要靠父母给你钱 你才能够去买这个鞋子 你来炫耀 不好意思 这不是真本事 关键是这个学校 对于家长的要求 就是你不要让孩子 穿这个进口高档鞋到学校来 那像郑老师说的 包括这些篮球爱好者 穿一双合适的 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球 对他提高篮球的记忆 和包括他建立这个打球的信心 可能都有一定的好处 那你因为要禁止攀比 结果他也没有资格穿这种鞋了 这个确实如此 包括不只是打球鞋的问题 其实生活当中的 尤其是消费领域的 当你上了一个档次以后 突然降下来 其实是很不适应的 在人上如果说 消费的提升是刚性的 它很难是不肯 几乎是 从人的感受来讲 它几乎是不肯利的 就是基本上一直往上走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学校呢 我觉得学校有这么个想法 希望把孩子 这个学生呢 关注更该关注的地方 计较更该计较的领域 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教育理念 我认为值得鼓励 但是呢 这样学校的具体的做法 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你什么呢 你向学生灌出了一些 实际上是不太正确的理念 首先呢 要让学生觉得 进口都是好的 国产都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不符合事实 其次呢 你会让学生 学生呢 你不是让他去消除这个差异 而是你要去正确看待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 比不过别人的这方面 那你可以去比其他的 甚至呢 也说 也是我客观条件所限 但是呢 我应该说 这成为我有一个动力 这是学校要从这个 人的心理状况 健康状况 当他去加以引导 加以辅导的 我还对这个禁令里面 一个非常反感的就是 学生穿了进口鞋 要叫老爸提的国产鞋去换 这过去啊 在厦门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 我儿子上双持的时候 忘了带胸牌 打电话来 我打电话把胸牌送过去 在九中的时候 校运会要接一个红的领带 我儿子只要把那红领带 丢到阿奇桶里面去了 结果呢 我又买了红领带 赶到学校去 所以啊 儿子有病了 老爸开刀 这个是最恶劣的行为 你这个是学生 您儿子作为学生 没有按学生的要求 也就违反学校纪律了 那你家长就得承担责任 是一种连带好像是吧 对 向灵 因为我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说 其实真正是内心不够强大的人 才会说在这些物质上 这些小东西上面说 去刷存在感 因为我是觉得真正 因为像比如说比尔盖茨啊 包括说像那个扎克伯格什么 这些人 他们都在倡导说极简主义 他不需要说 他们就是说 一个理念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 就不需要去购置 包括说比尔盖茨 他也从来不去坐头等舱 是他买不起吗 他只是觉得没有必要 那其实如果说 一个人内心能够足够强大的话 其实他不会去在乎这些东西的 今天就是说 其实真正的那些 我们细看 真正这些什么 让我们的孩子去攀比 真正都是在背后这些家长 家长一般就是 比较没有自信的家长 比较就是说 自己有点小自卑的家长 他更担心自己的孩子 被人家看不起 今天如果我没给你买这个鞋 那我的孩子在学校 人家其他孩子有的时候 怎么办 会不会被人家看不起 其实就是家长 你自己内心 你不够强大 如果内心足够强大的话 一双鞋子算什么 就是强大的内心的家长 他同样在攀比 比如说他买车 他为什么买那么好的车呢 那车是身份的象征 所以这已经蔚然成风了 在整个国家 好的 我们现场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继续来关注 我们今天的话题 拒绝攀比 从鞋开始 您是怎么看的呢 一会儿过来 为防止生活上过度攀比 尽将一中学 禁止学生穿进口鞋 这一招着力点准不准 治理效果明不明 孩子有限的自主领地 该不该得到尊重 比学习不比穿戴 教育引导 有没有更高明的办法 TV2欢迎亮剑 拒绝攀比从鞋做起 你认同吗 欢迎正在直播的TV2 继续来关注 如果说要拒绝孩子们 在学校当中的消费的攀比 是不是可以用声音的办法 就是你不能穿高档鞋进学校 您可以通过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好 那么这个学生的家庭环境 的确都不一样 那家庭条件不同 那你像你切的这条线 就是高档鞋就不行 那普通鞋就行 或者按他的说法 就是国产鞋就可以 国产鞋其实也有很贵的 那进口鞋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仓储 或者打折的时候 两折也能买得到 是不是 那各位觉得 就是硬生生地切那么一刀 那么各位觉得 这个切的位置 是不是合适 我觉得这太鲁莽了 那我联想起 下大不久前搞了一个活动 在联合国日 那么有各个学生组团 比如说你是玻利亚 玻利亚队 他是阿尔基利亚队 他是叙利亚队 大家来进行辩论 那我也想说 是不是可以让学生 充分地表达 他对鞋子的观感 从这件事情 把这个坏事 或者把这件 揪心的事 变成一件好事 全校的同学 都来讨论 我的鞋子观 一个真文 一个讨论 一个辩论 那么让孩子 充分地表达 他自己的观点 我想从小树立 一个攀比观 很重要 不攀比是不可能的 不攀比 可能就是庸人 攀比就是好汉 但是要怎么攀比 从小要树立 怎么样的攀比观 这个很重要 攀比观 这个确实很重要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学校 更应该关注一点 因为他就是老师 做这些事情 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他只是担心说 家境困难的孩子 在没有办法负担 这么高的消费的情况下 那这个孩子会自卑 所以我觉得 其实老师 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一个孩子 家境不好的孩子 在其他家境 叫好的孩子 这个群体当中 他应该自卑吗 家境差 我就 这是我的错吗 我觉得这应该 树立一个正确观点 家境差 这个对孩子来而言 他没有错 正因为家境 不如别人家好 所以你更应该更加努力 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改变你生活的一个环境 这个反而应该把它 化成说它鼓励一个动力 不应该让他说 我没有钱 今天我特别不好意思 是 就是可能老师担心的 就是你有条件 你穿比较贵的 没问题 但是就怕有人一攀比 就力不从心地去做一些 或者对家长提出一些要求 如果没达到的话 自己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甚至由于分析 影响到学习的追求 这是老师把这个教育的功能 给简单化了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就像开平的孔雀 他肯定要有外表的 靠外表去吸引人 几乎是一种本能 所以这样的年轻的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你叫他说 不要比颜值 要比才华 要比气质 他也听不进去 你现在好多影视剧中的 比这些东西 就我个人深有体会 因为说我读书的时候 我是家庭条件比较差的 所以当时留长头发 我觉得比较好看 当时学校不许留长发 但我也是属于学习好的 不想让老师认为是坏孩子 我到留长发 悄悄留以后 每次到学校 就是戴着帽子的 然后出了厢门 赶紧把帽子给取掉 但是当时我自身有这种经历 你这种有点小逆反的意思 就是说 你还是希望有酷酷的感觉 所以这个年龄的人 你纯粹是 把他的外在的东西一刀切 其实有时候会带着 给他们引起他们的反感 可能反而得不到 你想要的效果 而且今天你就是 从头到脚都统一了 又如何 出了这个校门 我还是有钱的 你还是没钱的 你又不是把他家 也都给统一了 你把他父母都给统一 我看看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 但关键是你在学校 大家都在同一个 这个舞台上面 你就容易去互相比得出来 你回到家就没有多少机会 我跟你比的时候 坐在一起的时候 我今天不会因为说 我家里面没有钱 而我感到自卑 我就要做到是这点 而不是因为说鞋子的问题 或眼镜的问题 什么什么文具盒的问题 今天又是橡皮擦的问题 不是这些问题 其实你学校教育的功能之一 很大程度就是要教上 这个学生如何的社会化 你要教育他 如何跟自己 比自己富的人相处 如何跟比自己穷的人相处 如何平等地去对待 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其实是拿自己的优势 去跟别人的优势相比 不要拿自己的弱势 跟别人优势相比 你如果在这种 适当差异化的环境当中 其实正是进行这种 心理教育的一个好的机会 好的 针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 各位除了我们现在了解到的 近江的这个学校 老师对于家长的要求之外 还有没有更合适的 特别是更具体的 便于操作执行的 不然学校方面 老师方面也不知道 怎么来操作 如果光凭主观地说 你这个不合适 你那个合适 标准在哪里 郑老师 我觉得一个学校和一个教育学生 有善良 有爱心 那么这攀比 有一个最糟糕的结果 就是让穷的学生很自卑 那么穷呢 它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但是它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如何爱护我们穷学生的 那个有点自卑的心理 这个要从每所学校 每个人都做去 攀比可以 但是你不要删到其他穷孩子的心 这一点做人的到底 应该从小就要让他明白 是啊 那就我们用什么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知道 就是说不去 在心理上去伤害别人 同时呢 你要想有点个性 你自己去做你的个性 像这个梁律师留点小长发 他也是想要留的 其实他认为 好像这样做 学校也反对不愿意 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 就正确的引导 要树立一些正确的价值观 比如说什么东西 我们是可以拿来炫耀的 什么东西的话 你炫耀这个 你拼电你不是本事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就在校园 特别是小孩子这么小的时候 要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就是说 荣卤观或者一个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怎么能够让他意识得到 他旁边就是 比如说穿的是个 很漂亮的 很炫的 最新版的 某款的球鞋 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 就让你穿嘛 最关键的就是 改善我们的教育 改进我们的教育 因为青春期他比胡适 其实他是为了比较漂亮 可能吸引异性 吸引同辈 这个在同辈当中有面子 那其实我们可以加强一些 适当的艺术方面的教育 美学方面的教育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你看现在成人世界当中 有些人花了很多的钱 穿得不像样 就有个著名的人物 不是把阿玛尼的服装 穿得像个白大褂吗 实际上你看到 大学的学生 我就发现 他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会用真的很便宜的 很少的钱 很便宜的材料 能够做出一户 真的是一台网会 或者一个什么 很漂亮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让学孩子 遇到贵不等于美 所以这个人其实青春期的孩子 我有各个方面展现我的美 其实在游战场上 是最容易体现 解决这个问题的 穿得最好的篮球鞋的人 他不一定打得最好的球 所以在孩子们 他们炫目的人 并不是穿得最好鞋子 那位同学 而是投篮最精确的 最能够抢篮的 最能够抢篮 那位同学 得分的这个孩子鼓掌呢 今天我可能 我家没有办法 让我买这么进口 这么高大上一双鞋 但是我球技很好啊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比你帅啊 这个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学校的话 它就是还一个 它就要形成一个什么呢 对人的一个评价的 一个标准的 多元化的问题 其实你不只是说 孩子之间 要穿戴好坏来攀比 其实学习上也一样啊 如果是老师 就是你鼓励什么 如果是老师 偏爱学习好的同学 而忽视同学 学习不好的同学 其实这样的一种 也会同学之间形成攀比 学习不好的呢 会形成什么呢 会一个是自卑 另外一个自暴自弃 甚至呢会对老师有看法 其实学校来讲的话 仅仅就是说某个方面 这学校能做的是 消除攀比心理 这种不健康的攀比心理 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你对不同家庭的孩子 不同学习成绩的孩子 不同个性的孩子 你可以同样的关爱 同样的鼓励 这就是让孩子先 是孩子的攀比 有时候会不会是 从家长那儿来的 就是家长给他的影响 这是肯定的 因为其实真的 中国人是无处不在的攀比 你看朋友圈 是不是每个人各种刷 其实就是因为成人的社会 就是各种攀比的 攀比是无处不在 你今天说叫一个孩子 就叫孩子说 你大家就是家长都在比的情况下 你让孩子说你别比 你比是不对的 那回去一看 爸爸妈妈都在比 凭什么我不比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真正的话 如果说你家长 没有鼓励让攀比丰 你就不给他钱 看他买什么 家长比的最多的是 特别人比的 就是包包 名堂 对啊 还有日华 替车 他们比的 就是上位的山津感 把他比起来 是三军之类的 我还比起来 是三军之类的 我还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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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比起来